你不会真的以为 蛋仔的嘴巴都长在自己的脸上吧 众所周知 蛋仔岛中的阴暴药星 它的嘴巴长在自己的脸上 但是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吗 其实官方在蛋仔岛中 还隐藏了一个恐怖的蛋仔 它的嘴巴长在自己的后背上 你们难道不好奇 嘴巴常在后背上恐怖蛋仔它 究竟是谁吗 众所周知 蛋仔岛上的绝大多数蛋仔 它们的嘴巴都长在自己的脸上 如果你的蛋仔嘴巴 也长在自己的脸上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蛋仔岛最新蛋仔极光女神点一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嘴巴就长在了自己的脸上 在它的后背部 是根本没有嘴巴的 并且就连蛋仔岛中的初始蛋仔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的嘴巴也长在自己的脸上 在它的后背上也是 没有嘴巴的 为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当中隐藏起来的 这只恐怖蛋仔 它的嘴巴长在自己的后背上 它究竟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中 发现了这只蛋仔 它的名字叫黑森麦克 它是从实验室中跑出来的 仔细看身体上的嘴巴很多 在它的后背部 居然也长着一张大嘴巴 还长着白色的牙齿 所以说 蛋仔岛中 并不是所有的蛋仔的嘴巴 都长在自己的脸上 官方还隐藏了一个恐怖的蛋仔 黑森麦克 它的嘴巴长在背上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